中文中高级课程 你知道现在有一些粉丝呢 他们会把自己偶像的一些作品 然后一些照片全部剪辑在一起 又合成一个精美的视频 所以很多追星的人啊 都非常喜欢看这些视频呢 那你喜欢看这些视频吗 你有你的很爱的明星吗 嗯 我有喜欢的明星 但是总的来说呀 我才不是一个饭圈女孩呢 哦 饭圈女孩 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标题 我以为饭是吃饭的意思 我以为今天我们要讲美食 对 我们确实是讲过 非常多的美食话题 但今天的饭圈呀 讲的呢 其实是粉丝圈 粉丝经济 啊 这里的饭 其实就是粉丝的粉的谐音 不过呢 牡丹 我也听说很多人会在吃饭的时候 看偶像的视频 然后因为偶像通常都是长得比较好看 所以他们觉得这个也比较下饭 嗯 可能就算是不太好吃的饭 他们看着偶像也觉得变得更好吃了呢 没错 随着现在社交媒体的发展 像微博的广泛使用 还有B站等一些视频网站的兴起 饭圈女孩 饭圈男孩越来越多 所以也刺激了粉丝经济 没错 那今天呢 我们这个对话呀 就是和追星 以及追星的不同方式有关的 在这次的对话当中 你可能会听到许多饭圈专属的词汇 所以呢 你要是暂时不明白 也没有关系 我们很快就为你解读 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今天的对话吧 Welcome back to another installment of ChinesePod Trivia And the question for you is For what test does ChinesePod offer preparation services for? Is it A. The polygraph B. The colonoscopy C. The HSK test Or D. The CAT scan Uh, the CAT scan? Ooh, sorry, that is incorrect The correct answer is C. The HSK test That's right, ChinesePod will thoroughly prepare you to pass this rigorous test of proficiency in Chinese ChinesePod.com forward slash HSK 这次终于抢到了 爱豆演唱会的看台票 看来这个月要勒紧裤腰带了 你真是个尽心尽力的饭圈女孩 我虽然也追星 但都只是网上吃吃瓜 很少投入资金 参加演唱会既能支持爱豆 又可以获得身心满足 有何不可呢? 我不了解 也不换饭圈 对我来说 偶像是那种直颗远观的存在呢 那你肯定很难理解网上那些组织应援 为偶像摇旗呐喊的行为了 现在很多偶像是通过粉丝支持 创造流量爆红的 所以粉丝几乎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呀 老一辈明星大多靠作品吸引观众 现在的偶像 却是靠营造人设来增加人气呢 粉丝想要对爱豆进行爱的供养 只要双方拟情火缘 何乐而不为呢 对话听完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两个人说话的时候 一个人非常激动 一个人非常冷静 对你说的没错 这就刚好让我想起了 我那个疯狂追星的室友呀 经常每天对着手机自己在那里咯咯的笑 乐不可知的 所以就非常明显 我们可以发现 对话的第一句话 说话的人一定是一个饭圈女孩 对 是一个非常激动 然后非常热切的一个饭圈女孩 可是她为什么激动呢 因为一开始她就说 这次终于抢到了爱豆演唱会的看台票 那我们先来解释一下看台票 看台票就是最近舞台的那个区域 就是你可以跟你的偶像 非常近距离的接触 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舞台上的细节 所以呢 这个区域的票一般是最贵的 对 以及呢都是最最难抢的 你知道我们现在买票呢 都是买演唱会的票呢 都是要在网上抢 有的时候呢 你还要有某个地方的信用卡 你才可以很快地抢到演唱会的门票 所以啊 这个饭圈女孩应该是经历了一些波折 然后她说这里是终于抢到了演唱会的看台票 没错 那爱豆是什么呢 爱豆其实就是从英文的发音直接翻译过来的 其实就是偶像的意思 但是爱豆是一个比较新潮 比较可爱的说法 对感觉像是一个泥春吧 虽然这个女孩很激动 终于抢到了爱豆演唱会的看台票 但其实后面也说 她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的 哎对 因为她说呀 我要勒紧裤腰带了 你知道勒紧裤腰带是什么意思吗 裤腰带就是腰带 勒紧就是勒得很紧 嗯 是什么意思呢 对你说的呢只是她的字面上的意思 但是平时呀当我们说我们要勒紧裤腰带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可能比较的拮据 就是说呢我们要非常的省钱 非常的节俭的度过生活 这叫做勒紧裤腰带不能放松 哦我明白了 那通常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我们有很多好吃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想要吃多一点 我们就会松一松裤腰带 那如果我们想让自己少吃一点 就要勒紧裤腰带 对你一旦勒紧了裤腰带 想多吃都没法多吃了呢 那这个是不是就暗示 这个女孩为了买票 花了很多很多的钱呢 对我觉得可能这次这个爱豆演唱会的看台票呀 对于这个女孩来说 是这个月的一个大响之初呢 那后面这个饭圈女孩冷静的朋友就评论到 你真是个尽心尽力的饭圈女孩 嗯这里呢我们看到有一个词叫做尽心尽力 诶那尽力是什么意思呀 尽就是竭尽的意思 所以尽力就是竭尽自己全部的力量 用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一件事 对尽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用光了 所以呢你就可以想象是非常的努力 那既然我们知道尽力是竭尽或者说用尽了自己所有的力量 那尽心也很好理解了就是用尽了自己所有的精力和时间 我们有一个词叫做心血 没错那这个饭圈女孩不仅是用尽了自己所有的力量 还用尽了所有自己的精神力量 所以叫尽心尽力 对就是不仅非常努力的去抢 而且呢也确实是有掏出自己的腰包为偶像贡献自己的金钱 没错那我们其实提到过很多次饭圈女孩这个字了 那当然也有叫饭圈男孩 其实姆丹你知道吗 饭圈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 很多人叫做饭圈文化 其实在饭圈呢也有非常多不同的粉丝类型 比如说像我的室友呀 他其实就是一个CP粉 哦CP就是英文couple的简称 对所以呢其实他不是迷恋某一个明星 而是迷恋某两个明星认为他们是一对情侣 或者说在他们的幻想里面呢 觉得这两个明星呀是一对情侣 啊但是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是 CP一般指的是两个男生在一起的组合 哎对其实呢一般我们说我粉了这一对CP 都不是说我粉了一男一女 很大一程度上呢都是说我粉了男男的组合 但是这个男男的组合很大很大情况下不是真实的 是粉丝自己脑补或者想象出来的 嗯对可能是有某两个男明星合作的一部影片 于是呢就产生了非常多的这些幻想 还有一种粉丝特别有意思 他们自称自己为亲妈粉 这次是封面的东西 都想出现了 这是一张金字的手机 你在哪里 我这是我的天啊 我试试了 我试试了这些图案 你给你 哦我的天啊 这这些图案 你还没买到 中国人这种人的字幕 不关注 去中文字幕 去中文字幕 和字幕 去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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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 Whenever The new writing app Only at chinesepod.com Save trees Get smart 哎 亲妈 是不是说那种 非常关心自己的偶像 然后呢 非常操心偶像的 衣食住行的那种粉丝呀 没错 如果有的偶像 比方说最近接了一个 不是特别受欢迎的剧 或者电影 粉丝就会操碎了心 说他们怎么没有 拿到好的资源 对 以及可能有一些 喜欢去机场 喂偶像接机的 那些很有可能的 也是亲妈粉 好了好了 说饭圈女孩的话题 是说不完的 让我们再回到对话里面 对话里面呢 我看到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词 就是这个朋友啊 他说 我虽然也追星 但都只是网上吃吃瓜 吃瓜是什么呀 吃瓜 这里的瓜是西瓜的意思 其实 大家平时 因为西瓜 是大家非常爱吃的一种水果 尤其是在夏天 乘凉的时候 但是后来衍生 出来的意思就是 一边吃瓜 一边去围观一些事情 用来表达一种 不关 是不关己 或者我不发表意见 我只是看看的 这么一种状态 对 你就想象 可能前方有人在吵架 然后呢 我却抱着一个西瓜在啃 因为我在啃西瓜 我肯定也不能说什么 我就只是在围观 这样一种 不发表意见的情况 叫做吃瓜 其实这个是一个 特别幽默的表达形式 肯定现实生活中 不会有人 抱着一个西瓜 去看别人打架 对吧 不对 我突然意识到 其实瓜好像不是西瓜 瓜好像是瓜子 没关系 具体吃什么不重要 大家只要记住 吃瓜的意思就是 事不关己 我只是围观一下 的意思就好了 而吃瓜的人 我们叫做吃瓜群众 嗯 好的 所以呢 作为围观的吃瓜群众呢 他们自然很少会 为了一个什么东西 去投入大量的资金 这一点呀 就和我们的饭圈女孩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过这个投入了 很多金钱和精力的 饭圈女孩说 参加演唱会 既能支持爱豆 又可以获得身心满足 有何不可呢 他认为一切的努力 都是非常值得的 既能支持偶像 又可以让自己很开心 嗯 对 我们看到 有何不可这个词呢 其实在生活当中 非常的有用 有何不可 就是有什么不可以呢 他表达了一种反问 就是说 我为什么不可以做这个呢 其实是一个肯定的意思 就是我很想做这件事情 嗯 对 但是也是用一种 非常轻松 然后非常日常的语气 说出来 所以呢我们知道 其实追星 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事情 然后他之后呢 他的朋友呀 马上就说 我不了解 也不混饭圈 哎 我们看到这里 这个词很有意思 他说混饭圈 当我们就是说一个圈子 比如说饭圈 娱乐圈 或者是什么圈的时候呢 我们经常用的一个动词 叫做混 没错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可能甚至有一些职场相关的 也可以用这个词 比方说我是混科技圈的 或者说我是混广告圈的 哦 有趣 但是对于那些不混饭圈 也就是不在饭圈进行非常多的交往和投入的人来说呢 偶像呀 其实还是那种非常有神秘感的存在 因为他在这里说是 只可远观 就是呢 我只想要远远的去观望他 去关注他 而不渴望去走近他 而不渴望去真正的进入他的生活 他的世界当中 比方说一边吃吃瓜 一边看看偶像演的电影就好了 对吧 嗯 对 这个呢就是在我们现在看来呢 是一种比较远距离的追星方式 后面我们看到饭圈女孩的一些典型的动作 他说组织应援 为偶像摇旗呐喊 嗯 对 应援呢 其实就是身应于支援 就是指粉丝呀 为自己喜爱的歌手偶像 在演唱会上加油打气 这和我们的一个流行语打call 非常的相似 没错 这里的call其实就是英文的单词 这里是把中文和英文结合在一起 我可以想象就是粉丝拿着荧光棒 然后去挥舞 帮偶像打气 对 哎 我们看到后面还有一个成语 叫做摇旗呐喊 也是一个非常形象 非常生动的一个词语呢 没错 这里就是指粉丝挥舞着大型的旗帜 去大声呼喊 帮偶像助长声势 嗯 这个词语呢 其实在古代是用在战争当中的 但是我们现代的生活当中 少了很多战争 却多了非常多的追星 但是有的时候 比方说我就想到赛龙舟 或者一些比赛的场景 嗯 这个词也会经常用到 没错 很多偶像是通过粉丝支持 创造流量爆红的 所以粉丝 几乎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呀 老一辈明星 大多靠作品吸引观众 现在的偶像 却是靠营造人设 来增加人气呢 粉丝想要对爱豆 都进行爱的供养 只要双方 你情火缘 和乐而不为呢 中文字幕志愿 接下来呢 其实这个饭圈女孩 就对饭圈文化 和这样一种经济 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 她表示呀 现在很多偶像 是通过粉丝支持 创造流量爆红的 爆红呢 就是形容一个人 在一夜之间 变得非常的红 非常的受欢迎 那我们这里看到 有一个词语 叫做流量 流量这个词是一个 特别特别有用的单词 在这里的意思是指 网站的流量 也就是说 你一个网站的点击量 或者是一个网站的访问量 比如说今天有几万人 访问了这个网站 那就可能是一个 非常高的流量 那这里我们看到偶像 其实很多时候也是指 它在社交网路上的活动量 所以一个偶像 它的流量如果很高的话 也代表它的受支持度 或者它的受欢迎程度很高 而且我们从比较经济的层面来想 如果说这个偶像 它有大批的粉丝 那如果这个偶像 它代言了一个什么产品 它推销一个产品 自然我们可以期待 它能够有非常多的受众 然后效果会更好 所以呢 这就说明呀 这些粉丝几乎是他们的衣食父母 对 这里呢 衣食父母 其实不是真正的父母的意思 对 而是指你的生活所依赖的人 就是说你的可能经济来源 或者说你的生活上一些支持的来源 嗯 对 接下来的对话呢 还在继续分析这样的一种饭圈的文化与经济 他提到呀 老一辈的明星大多靠作品吸引观众 现在的偶像却是靠营造人设来增加人气呢 这里就表达了一种观点 就是有的人认为这些流量明星 没有太多的实力 在演戏或者说创作方面呢 就可能不如老一辈的明星 是实力派 嗯 对 那他们其实是拥有自己一些独特的方式来走红的 比如说我们这里提到也是非常火热的一个词 叫做营造人设 营造的意思呢 非常好理解 就是经营制造 就是说我主动的去创造去构造一种什么东西呢 对 人设就是人物形象的设定 就是我觉得是一种人格类型吧 就可能有的明星就是维持一种阳光大男孩的形象 有的明星就是走那种冷酷风 可能还有的明星呀 走的是那种非常顾佳 非常温柔的好男人形象 其实呢 我觉得现代社会 我们很多时候呢 都会强调个人品牌 说打造个人形象 在很大程度上呢 这也是一种人设 但是人设这个词呢 其实在我们的语境下 更多的是用来形容明星 形容就是演艺圈的人的 对 我觉得如果这个人设跟自己的性格差距太大的话 有可能会有一定的危险 对 有可能你就非常的难 每天的生活呢 都像是演戏一样 如果有一天没演好 可能会造成人设崩塌 对 就是你会让自己的粉丝 或者让自己一些普通的一些观众 突然意识到 你和你所塑造的形象 根本不是同一个人 这就叫做人设崩了 人设崩塌 所以我觉得 即使作为明星 也还是要做比较真实的自己 嗯 展露出一些真性情 最后饭圈女孩说到 粉丝想要对爱斗进行爱的供养 这里的供养呢 养是赡养 为谁提供生计的意思 而供呢 就有一种把谁供为神 一种很崇拜的感觉 嗯 而且呢 大家请注意 爱的供养呀 还是一首歌 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听一听 后面呢 他有提到 只要双方 你请我愿 何乐而不为呢 你请我愿的意思呢 就是指双方都会真心实意的 去愿意做某件事情 没有强迫 也没有逼迫 他的意思就是说 饭圈女孩做任何的投入 都是他们觉得很快乐 很愿意去做的 而不是谁强迫的 对 所以这样的事情 我们为什么不支持呢 这样的事情有什么不好呢 这里我们用到的一个词叫做 何乐而不为 其实他的意思呢 和有何不可 或者是为什么不行 非常的类似 没错 那今天的课程呢 到这里就进入尾声了 我和戴安娜 关于追星 粉丝这个话题 确实有非常多 可以说的呢 虽然可能大家 并不是像这个饭圈女孩 这么疯狂的追星 但是文章中有很多词汇 是可以运用在 其他生活场景中的 比方说 表达对别人的支持 或者一些年轻人 爱用的流行词汇 嗯 对 如果你想和中国的 年轻一代打成一片 偶尔抛出一两个 这样的词汇啊 可能也会让他们觉得 大感意外和震惊吧 没错 那希望大家多多复习 多多了解 中国的流行文化 嗯 可以说多多上网 多多刷刷微博吧 好的 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as usual ChinesePod provides an extensive selection of learning materials for this lesson on its website www.chinisepod.com you can access this lesson directly with the lesson number 4675 so just go to www.chinisepod.com slash 4675 and you will find a transcript vocabulary and much more the link again www.chinisepod.com slash 4675 ChinesePod ChinesePod